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 当我们想要去了解一个新的知识 新的学习内容的时候其实很简单 就是不管去阅读 还是去找很多的资料 那透过简单的阅读呢 把你的 把你的这个重点都摘要下来 制作成一个新制图 做成新制图 然后做成新制图之后 接下来你要去了解每一个 理论相关的内容 了解每个理论相关的内容 那了解好之后把它收起来 然后 自己想象一下 确认一下内容是不是对的 确认你把这个知识内容已经完全记起来 那记起来之后呢 如果你要记得更 效果更好更久远的话 那就我们就必须把它编成一个影像故事来做记忆 那所以你要去找 资料的关联性 去想象它的关系 找出资料的关联性 那最后呢 做一个 简单的分类 简单的分类 那分类出来之后 去做故事的 编制 那故事编制完之后呢 在你的脑袋里面形成那个画面跟故事的内容 然后等你要复习的时候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那个故事整个想过一遍 把你要记的东西再 再把它想出来 然后再做一个确认 标对的部分 那这样一个过程 就可以帮助你在 学习跟记忆上面的效能效率 增进的非常的快 那这个是新制图用在 基本的学习 跟 记忆 背诵的部分 很好用的 案例 那给各位 了解一下 感谢观看